看完台北101来看到高雄目前正在进行的展览盛事 新唐人互动大展 结合东西方传统和互动科技 展览吸引了许多老师带着全班的同学来体验 高雄展览协会理事长颜台生就赞赏 互动大展是高雄展览的未来标杆 跟着音符一起翩翩起舞 五彩缤纷的音符掉落在身上 就会发出声音 小朋友玩得好开心 来到皇家音乐厅跟音乐做互动 翻开琴谱顿时变身大指挥家 你自己在上面亲身指挥 他就是半夜就换个音乐感 就是自己指挥另一个篇章 然后再换成另一个篇章 大艺术家的作品不再局限在画框 而是可以在大萤幕前谢谢欣赏 亦夫夫写是油画作品触手可及 也带领高雄民众开拓艺术视野 高雄市国际会议及展览协会理事长颜台生 也亲民感受 台湾的会展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 但是要是跟新唐人来比的话 可能中间还有一个距离 希望我们高雄展览的水准 能跟新唐人来看齐 那也希望说在这个展览里面 带给小朋友跟我们社会的一般的人士 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入了解 来到汉字文化馆简单的布首拼装游戏 聆听每个汉字的故事 通过互动游戏了解文字的由来 汉字蛮深刻就可以用的 然后造出很多的东西 以后会认真写字了 不会再写一些火新闻 正好也是让孩子们来启迪他的智慧 那希望说能带动我们台湾的社会风气 把我们一个好的东西给下一代 然后传承下去 刚结束期末考试 老师带着30多位学生 来到新唐人互动大展进行户外教学 希望在游戏中增进艺术素养 新唐人养的电视 李俊龙许美慧 台湾高崇采访报导